我的郑主妇郑友和 在1895年创办了郑友和江源 至于现在都有100多年的历史 当年他是怎么创办的郑友和 他在创办郑友和江源之前 我的郑主妇在当时那时候认为 战乱来到了四川的种坝 去了南方 去南方 在南方种坝 他有一天完盘缠被盗了 肾无分文的情况下 我的郑主妇因为都是我们北方人 他对酿酱这一块多少都有点记忆 完之后在当地找了一个酱园 学习酿酱的手艺 就算是在南方找了份工作 对对对我来蒸一些盘缠 通过学习我的郑主妇发现 南派的酿酱工艺是采用的原材料 全都是大豆 我们北方之前都是用豆粕 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豆饼 对对对就是用黄豆压榨完油脂后 下来那个豆粕用那个做发酵做酱 纯大豆发酵的加上海盐 酿出的酱 酱香浓郁 馅味十足 经历了一番南北游历 郑友和用盐质高有内含的黄豆 代替了原本成本低廉杂质繁多的豆饼 加上引口特产的海盐 直接从味道和口感上征服百姓的味蕾 远近闻名 不过原料的改变不仅增加了制作成本 酿酱的时间成本也大大增加 在当时那个建皇邻居给他起名叫老绝头 正老绝头 就形容他的性格非常绝 对对 他这个绝是怎么形容他绝呢 因为在当时那个生活水平都比较低 那种物质匮乏 就是说酱园酿出的一些酱 满足不了市场的供应 但是这个酱如果说 要是说不酿到六个月以上 这个酱味不浓 因为有利益的趣事 有些也可以在一百天可以出售 也可以在一百二天出售 但是我的郑主夫就是要求是必须的是 六个月以上 必须要酿到天数 所以这个据也是当年的这个 街坊邻居对您曾祖父的一个褒奖 曾祖父绝相的性格一直影响着他的后代 作为正式酿酱法的第四代传人 郑广州一直严格遵守祖辈传下的十二道工艺 拒绝批量的机械化生产 在郑友和的公司里 仍然能够看到当年酱商开酱园的景象 一口口纯手工制作的酱缸在园中列队 用最原始的古法发酵 让东北大豆和银口海盐在这里邂逅 我们这个酱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吧 每天要卡三天一倒酱 三天就要倒一次 三天就倒一次 因为它那个表皮它会出现那个 就是嘎了 缺少水贩 你得进行倒一次 倒一次也要挺长时间吧 倒一次 倒一次这个挺累的 对这个体能消耗也挺大的 反复做一个动作 对 酱的味道 口感 线度不够了 或者说你要进行调整 那都有 反正就是你那个盐度 盐度也要控制好 这块 你要是盐低了 它也不行 盐低了会容易缠酸 这都是技术上的一些方面的事 需要您每天的观察 然后随机应变 对吗 对 古法酿酱 犹如一场传统的中式婚礼 大豆和海盐两位新人 终于步入婚姻的殿堂 经历了浸泡 水煮 冷却之后 新郎穿上了一身别致的礼服 这也是古法酿酱中最重要的秘方 面粉制驱 我们下期会 蛋糕